就是我們想要做的提案 就知道台灣討論題 就是issue of Taiwan 就是我們希望 其實剛剛我們聽很多前面的人講 很多就是懷疑大家跟我們有志一同 那我們待會可以好好討論一下 那我們先講一下我們想做的事情 其實就是現在的政治狀況 大家很多時候都是覺得 大家都是選黨不選人 那選了黨的時候可能 這個選區裡面國民黨裡面的遊選比較多 然後他推了哪個西瓜出來 我們就必須一定要含淚投票買單 然後如果有些人可能覺得 好 那我不選黨 那我選人可以吧 可是你選這個人 你到底選他的哪一點呢 你選他個性很好 很親切 還是因為他很有就是很有同情心嗎 其實這些都不是一個政治人物 應該有的一個definition 所以我們認為你如果要選 你要如果要投票的話 一定要投議題 這個人他到底提出了什麼樣的政見 對我們的國家有什麼樣的幫助 對我個人或我們這個社群 有什麼樣的幫助 是我投他唯一的理由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想要把選舉 上綱到一個層次 就是從今以後我們都看議題 而我們再也不看黨 也不看人了 所以呢 這個如果我們能夠把這個東西 上升到議題的層面的時候 就會讓人民的意見真正的被代表 那些名義代表才能夠代表我們的意見 那既然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應該把我們所有分散的人的名義 全部聚集起來 那聚集起來在一個平台上的時候 就會有力量 有了力量之後 那一群政府跟那一群政客們 就必須要聽我們的話了 那其實在這個平台上 我們想要做的這個平台 發現像我以前在 我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是我以前在GOV工作 那我現在在投向的G01 其實發現說在GOV裡面 其實很多基層的熱血員工 他們也想要做很多事 很多公務員其實很熱血 但是他們很多proposal上去了之後 上面的政務官司他們長官就卡住 然後把他刪掉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外面的聲音 沒有辦法徹底的影響政府內部 也沒有辦法好好的監督政府的容顧 所以我現在就投奔了G01 那我們希望其實最想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平台 做到另外一個目標 就是公平的教育 其實我們看到這個是 這個是政府做的 這就是看起來就是 你知道政府做的 然後我們發現了其實在網路上 就是有很多跟我們一樣很熱血的人 那熱血的人很多 跟大家都分散了 其實我們最能夠做的事情就是 像就是我的partner就是Nikki 他是做了大概一二十年 網路行銷的一個非常厲害的pro 那我是做政治的 所以我們可以幫助大家 把大家的熱血產出的東西 整合起來了之後 然後我們用政治的比較溫和中間的方式 讓大家有任何的意見可以不用上街頭 也不用一天到晚再就是去做一些衝撞 我們可以用中間溫和的方式 來表達我們的意見 而且非常強而有力的 那這個東西是需要在網路上被整合 然後被有效的行銷 然後聚集起來之後 我們就會更有效率 那現在這個是剛才這個第一個 就是Johnson他的提案 那我們現在已經有跟他們 就是有跟Johnson的聯繫 其實我們發現 我們真的想做的事情非常非常像 那其實剛才我們看其他人就是 就是其他人就是 希望你們可以來找我們 不然我就來找你 好 謝謝Nikki跟Naomi 對 俏仙